这个监狱真奇怪 让囚犯天天拉绳子 只见一千八百个人在拉动绳子 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 十条绳子每条绳子上一百八十个人 他们用上吃奶的力气 绳子的另一头是一艘动力坏掉的 巨型万动火轮 海水无情地拍摆着他们 但他们无所畏惧 一千八百个人里 这个男人力量最大 他叫阿障 外号叫丽王 而站在城墙上 高高在上的就是监狱长 经过一千八百人的努力 霍尔伦终于被拖回了港口 但丽王却被刁难 今天是他出狱的大日子 监狱长却叫住了他 让丽王扛起一千斤的木杆 如果扛不动就羞辱他 但丽王不怂 他天生神烈 释出全身的力气 竟然真的扛起了木杆 拖到狱长面前 狠狠地丢在地上 狱长冷冷地把出狱证明地给他 上面写着丽王是几度危险的人物 需要定期到警察局报到 不去的话 就会再被抓到监狱 丽王一看 火冒三丈 当初自己只偷了一块面包 给快要饿死的侄子 已经入狱19年来偿还 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 狱长却一整言辞地告诉他 他会永远盯着丽王 没办法 丽王带着那张屈辱的证明 离开了监狱 他以为能从破新生 但那张证明 把他推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没有人雇佣他 走到哪里都被驱赶 大人们见他就在 孩子们长得丢石头 他就像过街老鼠 就连续在马圈里 老板都赶他走 实在累得不行的丽王 倒地就睡 一名神父叫起了他 吓了丽王一跳 以为又要赶他走 没想到 神父不仅准备了丰富的食物 还给他安排了一张 舒适的大床 很久没有被善待过的丽王 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怕神父对他另有企图 他趁着夜色悄悄逗走教堂的营气 第二天就被警察抓回到教堂 丽王低着头 不出意外 余生都在狱中度过 意外却出现了 神父告诉警察 营气都是自己送给丽王的 又拿起桌上的一堆银烛台 送到丽王手里 说你忘记带上这个 丽王羞愧地 结果出台 警察见状 放过丽王离开了 丽王不明白 神父为什么要帮自己 神父告诉丽王 神父的话 让身处地狱的丽王 看见了希望 丽王撕掉了那张 受尽屈无的证明 也撕掉了曾经的过往 跳向过去的自己 彻底告别 开启崭新的人生 八年之后 丽王改了换面 成为了说人尊敬的市长 他用神父给他的营气 发家致富 开设了一家纺织厂 为几百名工人 提供着工作 这天 御长竟被调到 丽王这个城市 御长并没有认出 光鲜亮丽的市长 就是当年的囚犯 只是觉得 面前的市长 有几分眼熟 丽王心中一惊 表面却装作弱无其事 这个工头太猥琐了 不是摸女工的屁股 就是拉女工的手 对长话方丁 早就垂肩三尺 女工们嫉妒 方丁的绝世容颜 诋毁方丁 是个当负 方丁向丽王求助 丽王本想帮他的 可正好看到 仇人御长 担心被他认出来 就让工头 解决方丁的事 没想到 工头供报私仇 得不到房丁 就把方丁赶住了房制厂 方丁跪地祈求 工头丢了一个银片 就惨得关上了门 方丁为了养婚女儿 走进了黑市 卖掉了身上 为一直钱的手势 所有人都对他 虎视眈眈 老夫人 看上方丁的漂亮头发 方丁一脸拒绝 就要走 听见老夫人 出假式法郎 缺钱的他 立马同意 满脸泪水的 被剪去一头秀范 又有人 看上方丁雪白的牙齿 二是法郎一颗 两颗门眼 被硬生生拔掉 他们还不满足 逼着方丁 成了下贱的战阶女 为了养活女儿 方丁只能向命运低头 然而 生活并没有放过他 客人挑起方丁的裙子 被方丁拒绝 他又抓去一把血 塞地打内衣脸 方丁一把抓花了 客人的脸 狱长正好经过 看见客人是贵族 不分青红皂白 就要抓捕方丁 突然出现 他一眼就认出 方丁是他工厂的女工 询问方丁 为何沦落至此 方丁说 一切都是败你所赐 丽王才知道 自己的疏忽 导致方丁的不幸 他不顾育长的读者 带走了方丁 虚弱的方丁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弥留之际 他产生幻觉 看见了女儿 朝自己走来 用尽全力的伸出手 女儿又消失不见了 女儿小美 是他唯一的牵挂 他恳求丽王 好好照顾女儿 丽王答应方丁 会好好的爱护小美 让他幸福快乐长大 听到丽王保证 方丁露出示篮的笑容 喊着女儿的名字 永远闭上双眼 御长不出现 也让丽王麻烦缠身 这时 一辆马车突然侧翻 老人被压在车下 不能动弹 情急之下 丽王使出全身力气 抬起了马车 救下老人 御长惊头一震 除了八年前的逃犯丽王 一般人 绝对不会有这种神力 难道眼前的市长 就是他吗 他写了一封信给警处 调查丽王的身份 很快就收到回信 信上说 丽王竟被抓获 误会了丽王的预长 心中十分愧疚 请求丽王对自己严惩 丽王却没有责怪他 而是陷入两难之中 如果默认 让别人被自己顶罪 那么别人的人生 就因此被毁 如果自己承认是丽王 那么多年的苦心经营 都将回忆一旦 一百名女工也将失业 也许都会变成下一个方厅 他坐在神父送他出胎前 寻求答案 最后 良知战胜了理智 他驾车来到法庭 说自己才是真的丽王 预长找到丽王 拔住剑 叫抓他 丽王想让预长 宽险三天 找到方厅的女儿 他就自首 预长却铁面无私 不肯通融 丽王随手扯了下木棍 两人打了起来 最后 丽王跳入河中逃跑 去寻找方厅的女儿 寒冬 衣着单薄的女孩 正在打水 他在寒门中瑟瑟发动 正和丽王遇见 他就是自己要找的小美 抚养小美旅店的老板 狮子打开口 丽王付了1500法郎 才输出小美 从此 把小美视为掌上明珠 但为了抚养小美 丽王不能投案自首 于是 又隐姓排名 而预长却发誓 不抓到丽王 事不为人 十年过去 小美很快长大 出了的鼎鼎欲裂 很快遇上了 他的真名天子 小帅 小帅身为贵族 却加入了 推翻贵族的革命军 此时 旅店老板也在附近 认出丽王 想再敲下丽王一别 狱长也突然出现 怕被认出来 丽王拉着小美就走 小美来到花园散步 正好遇上了 在门口的小帅 两人互诉忠常 表达心意 丽王呢 怕夜长梦多 准备再次搬家 小美悄悄在门口 给小帅留下一封信 上面是他的地址 信就被闺蜜偷偷拿走 闺蜜也喜欢小帅 小帅正在为 第二天的起义准备 起义的枪声打响 国王派出军队镇压 人们纷纷丢下家具 试图阻拦军队 狱长乔专打扮 混入其中 向子弹情报 却把一个小男孩 掩认了出来 被捆了起来 夜晚 军队突然偷窃 眼看一个子弹 飞向小帅 小美的闺蜜冲上去 对他挡架了子弹 小帅拿起火药筒 叫同归于尽 终于军队撤退了 闺蜜把小美的信 递给小帅 然后就挂掉了 小帅给小美 送去一封情书 拿到信的去是丽王 眼看自家的好白菜 要被猪拱了 丽王无比愤怒 为了不让心爱的女儿伤心 他穿上裙装 混入了革命军 此时 屋顶上有人偷袭 丽王一枪送他归西 然后就看见 被五花大绑的御长 他把御长领到小巷子 竟然割断了绳子 放他离开 御长十分不解 丽王却说 我没有责怪过你 你是在执行法律 而我呢 告对着起身边的人 我们身上的责任不同而已 御长听了很有感触 就走掉了 一鸣十分 军队对齐军 发起了攻击 面对装备进行军队 齐军最终失败 小帅身受重伤 丽王用强弹的蛮力 打开下水道 救走了小帅 御长来检查尸体 却没有发现小帅的尸体 御长看见 下水道打开了门 断定定是 丽王救走了他 丽王背着小帅 从下水道走出来 被御长抓了个正着 丽王恳求御长 先把小帅送到医院 再抓自己 御长拒绝了 可小帅命悬一线 丽王顾不了那么多 扛起他就走 御长手中握着枪 竟然没有拦他们 御长不敢相信 自己竟然放过了丽王 丽王一次次的 在他手中逃脱 如今终于能亲手抓住他 自己却亲手放走了他 法律在他心中 神圣不可侵犯 如今的他 却背弃了法律 从我让丽王扛木杆开始 我们就结了梁子 他不断在淘宝中 却在不断地救助别人 甚至就还救了自己 看来丽王并不算太坏 但善良主人 应该凌驾于法律吗 御长陷入了死循环 他承认 丽王是对的 但他法律的信念崩塌了 自己无法接受 他依然跳下了塞尔河 接触了悲惨的一生 小帅和小美举行了婚礼 看着小美有幸福的归属 丽王决定离开 他不愿自己逃犯的身份 连累他 在婚礼上 小帅才知道 是丽王从下水道里救出了他 他很懊悔 之前他以为丽王是政府的人 结果发现是自己错了 小帅立马带着小美去寻找丽王 此时 修道院里 丽王的生命 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恍惚间 他跟见方婷来接他 小帅和小美终于找到丽王 看着两个幸福的孩子 他终于可以 安心地跟着方婷离开了 他悲惨的一生 得到了救赎 本篇完 本篇叫悲惨世界 本期问题 如果你是神 你会救赎善良的丽王 还是会救赎 坚持法律的预长呢 选丽王的扣三一 选预长的扣三二 都选的扣三个三 本篇改编子 法国作家 贝克多余果的小说 优秀杰克曼主演 他演过金刚狼 狼叔的演技就是无敌 本篇好看 推荐这款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